Hello,大家好,我是游戏爱好九赫子 今天呢也是接到众多小伙伴的投稿 说让我实锤一下那个挂逼笑语 对于笑语到底开没开挂 现在全网都在欲轮纷纷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开没开挂 我直接把视频给大家放上来 让大家自己进行对比就OK了 我们这个死了呢 稍微没死 稍微又挂 谁打他他都能直接秒 在这儿是我看来没了 能到他秒了 来来来 你过来 我这边就往哪儿打 你们打个合适吧 一点点 你看 我试一下 别秒了 谢谢 这也没有用 直接插你 先插你 这样插给你先插 你以为援插我先 你要插一下插给 我找我们那里 是插给你这样 不是 努力 真的 我这个新的给 出来了吧就这样 就这样我以为多狠的就这样就这对比这个寻察官的视角确实可以发现少羽就是开挂了 况且我们从被打玩家的视角里面可以发现无论被打玩家只要一抬头就会被立刻秒掉 这时候说我本该说那是少羽请了带恋带恋开挂了或者就是坐挂车了那这样吧我让大家看一下被打玩家也是个主播这两位主播的聊天记录 少羽在图片中已经称自己的账号一直是自己在打只不过队友有点狠而且刚才我们那波视角我们也看到了那明明就是少羽自己一个人在打的视角 所以说就不存在什么坐挂车以及带恋开挂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少羽自己本人开挂有小伙伴肯定会有疑问他为什么要开挂我这么给大家说吧 自从他开了挂某手上还有西瓜上各大平台都是传的百万主播粉丝少羽开挂是一个挂科主播全网都在吐槽他 来看看各位吐槽主播干的好事以前少羽的直播间人气都是几千以及粉丝每天都是长几千粉丝看看你们吐槽过后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也看到少羽在图片中明确表明自己要突破六百万粉丝所以说这次的开挂事件明显就是一次有预谋的事件明显少羽就是为了故意开挂而突破自己的六百万粉丝目标 我敢说下次他会为了突破七百万然后再次开挂我敢说少羽这次突破六百万粉丝某些吐槽主播是真没少下功夫 视频末尾欢迎各位小伙伴投稿 每期视频从关注留言点赞收藏转发的小伙伴各抽一本送中 大家看些欢 alarming cer档发ów 赞 gef comprehend 突破五百万72 さら现在更加athy 以充分 Batans